取名字你知道喔 一開始那個發言人問我說叫葉克摩就好了 不過他說市長不要太搞笑 他說他要叫Morning Call 我說難道這個就不搞笑嗎 這也很搞笑 不過這樣啦大家高興就好 這個就請大家上網投票 餐飲指引是這樣啦 現在是室內八十 室外三百 超過的就要報備 三日前要報備 那在餐廳吃飯的話原則上還是 就是要嘛間隔1.5公尺要嘛隔板 同住家人也是一樣 那當然有照顧需求的算是例外 不過那是例外 那一般這個火鍋啦燒烤 現在就沒有強制用專人操作 不過還是要公塊謀辭啦 不可以共鍋共爐 住宿餐的話就不用說每一個攤位要有專人夾菜 那如果是顧客自行取菜的話 就那一根菜夾就自己用一用 用到最後就要去清洗才可以給下一個顧客使用 公布本土案例零嘛 台灣加零 所以台北當然也加零 不過我看那個境外有7例 我查了一下你知道 昨天全世界新增61萬的新增案例 所以表示說台灣的確是疫情趨返 但是在整個世界還蠻嚴重的 從8月25號開始會開放受理據點 那麼來韓跟社會局申請副辦 那他的審查條件呢 總共四項 第一個要檢測證明 韓工作人員跟長者 是被服務對象施打第一劑疫苗 或自費提供3日內的快篩或PCR陰性證明 第二個是溶流人數 這個依中央指引 以據點面積扣除你的固定設備設施之後 除以2.25平方公里計算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特別體諒到 各個據點可能在計算上 可能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在回填的報表上 有一個檢疫計算的方式 你只要填就可以了 那個比較容易算人數 再來是防疫整備的自主檢查表 跟使用服務呢 都應該事先預約登記 非洲豬瘟侵入的地方 是不准用廚餘去當豬的飼料 也難怪用假噴 就不能使用 那台北市當然 先把衛生局有去查 目前這三天查一查 我們目前查了23家店 都沒有發現有非洲豬瘟的豬肉